北京时间8月26日,亚运会中国南兰对菲律宾的小组赛已经结束了,但菲律宾主帅吉奥今日却突然发难,吉奥接受了著名媒体ABSCBN的采访。 他谈到了球队80比82输给中国的比赛,吉奥突然对当局裁判表达了不满,吉奥说道,在我们对阵中国的那场比赛,他们居然派了一个香港裁判来执法,那是中国本土的裁判,最终中国队得到了39个罚球,我们只有15次,无论如何,都不应该让中国裁判吹罚那场比赛的。 当场比赛,双方坚持到最后一刻,随后赵瑞突破造成了克拉克森犯规,两把圈中后终结了比赛,吉奥在时隔多日后表达了对裁判的不满,而且居然让人没法反驳。 先不说裁判吹罚如何,香港确实是中国的一部分,吉奥这次开口,南岚该如何回应呢? NO,XV